这三秒天的equation k等于2h-3 和k等于2h-3h-1 你发现到今次就很幸运了 两个equation的subject都是k 所以你直接可以说 2h-3等于2h-3h-1 这次就容易很多了 把数据上次搬到右边 0等于2h-2h-5h h加2 那你就把这个factorize 了 因为这个已经是典型的standard form 所以2h-1乘h-2等于0 你说我用计算机的方法 直接去计算到h是2分1和2 再继续一下可以不可以呢 这个就没问题的 你看看之前的video h就会计算到是2分1 或者h就是2 那又是了 当h等于2分1的时候 k呢 当回到equation1也可以 equation2也可以 不过比理解 2分1 比较容易 那么k呢 就会计算到2乘2分1-3 即是负2 那么呢 当h是正义的时候 k就会是2乘2-3 即是1 所以最后答案呢 再加个大括号 2分1 k就是负2 或者 当h是2的时候 k就是1 那整个数据就做完了 基本上 4分1 2分1 2分1 4分1